男子穿著美國隊長的打扮 現身台北街頭還戴上頭套 到底在幹嘛 雖然說在清潔牆壁 但怎麼看都不像在工作 男子看到警方上前詢問 不但投擲物品 還對員警大小聲 東西收一收啦 你忙你的 我忙我的 不要吵 滾 這是公共場所 上週五早上九點 這名謝忻男子自稱從桃園 要來找工作 卻在忠孝東陸杭州北路口 舉止怪異 讓不少上班族為之側目報警 一記大外哥 美國隊長當場被台灣所長壓制 先進員警無法應對 最後是所長將場面控制 該男子他大概身高175公分 體重約100公斤左右 那當下我們是趁他不注意的時候 使用大外哥將其壓制 撂倒之後男子遭到送醫檢查 而事發當下雖然沒有傷及路人 但是所作所為 卻挑釁遠景 警方避免事態擴大 壓制可疑對象 也讓善導四周邊的上班族 鬆了口氣 記者潘建日 陳旭根 台北報導 請問我就留著